中華商場有一些神秘的店舖 就很像在哈利波特的小說裡面 那個斜角像的感覺 就是你點開以後 你會跑進來 就會覺得跟外界是一個隔絕的地方 然後這一次我在布景裡面看到這些小瓷磚 尤其是那個透光的空心牆 那個事情是我自從失去中華商場之後 就再也沒有在別的地方看到過的 我覺得我看廁所塗鴉 應該是從中華商場開始養成的習慣 因為就是塗鴉很過分 內容很豐富 那時候看到拆的消息的時候 沒有打算要來現場看 第一個覺得小時候的回憶被拆掉 不想要親眼目睹它消失的過程 然後第二個就是根本不願意相信 台北市失去了中華商場之後 還會像台北市的樣子嗎 然後我就沒有辦法想像 有人要把它重新蓋回來 選擇 博間 完成 點 點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